热乎乎的牛肉汤 一口接着一口喝 再配上牛肉片 人间美味莫过于此 不过这一碗台南的牛肉汤 却有人嫌口感是甜的 一名中部网友到南科工作 在PTT发文 说想喝台南咸的牛肉汤 自己去品尝好几家店 汤头口味都偏甜 连肉燥饭也是引发论战 有人说蔬果熬的汤底 当然是甜的 也有人要原po自己代言取家吧 台南的牛肉汤就是鲜甜 新鲜牛肉汤的甜 我台北的朋友每次来台南 就是一定指名要吃 非说牛肉汤是甜的 有在地业者要澄清 大方秀出制作过程 洋葱蔬菜再加上大骨一起熬煮 不加调味料 还强调只要是来行的 都这样焢汤 大概半小时 就会到我们的厂商这里 那牛肉的自然鲜甜味 当然还是保留在 本就是牛大骨跟蔬菜的甜下去熬的 牛肉本身就是一种 富含高蛋白质的一种甜味 所以牛肉汤就是为甜为甜 口味嘛 每个人喜欢的不同 台南业者说 顾客怎么选择 他们无法左右 但对自己提供给消费者的牛肉汤品质 绝对有信心 也欢迎所有人想喝自然鲜甜的汤头 到台南就对了 华氏新闻柳汉生 孙慧均许文男台南报道 我是吴亦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